什么是先知呢 先知就是要传达神的心意 先知也是神所亲自拣选的 不是人自己想要当就可以的 想想看 当以色列的百姓去拜偶像 神要审判以色列 要祂的百姓了解并且悔改 祂会拣选怎么样的为祂来发生呢 没有想到神拣选年金的耶利民 尤其是对耶利民而言 祂是暂尽惶恐的 祂如何面对众多的百姓 官长 王和祭司们 自己一个人要为神发声说语言 若是要去报好的消息跟语言 相信大家都很愿意听 但是要说一些上帝的审判 与呼吁悔改的信息 这对您有没有能力的耶利民而言 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谁愿意去听他真实的呼求呢 这一不小心就会被杀头的 神当然知道耶利民的担忧 神不断地鼓励他 不只是要向国内的君王 领袖和百姓说话 更要借着他向列国列邦说话 发语言 神对耶利民说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猜浅你到谁那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 你都要说 神必却劝慰耶利民 要成为奸臣 铁柱 铜墙 神不只是提醒他 不要看清自己太过于年轻 神在母父当中就拣选了他 将他分别为圣 要赋予他极重要的任务 当然我们也了解 耶利民果然没有让神失望 他成为一位非常称职的先知 神的选招是没有后悔的 或许我们会对上帝的呼召 有很多的怀疑 你可能已经听得清楚 也看到神的呼召 但是对神的回应 却是迟迟不敢回应 充满了不确定 常常是因为我们自我先知的观念 想法 框架的我们自己 我所说的不是单单是成为 墨者传道的宣教师而已 神可能呼召我们在许多不同的领域 来为他发声 可能我们不是被呼召的先知 可是当我们愿意被神使用 我们真实地去实践上帝的话 聆听上帝的话语 忠实地宣扬祂的话 我们也就是祂忠心的亲密 如同耶利民一般 但是也不要想说 回应上帝的呼召就是一定一帆风顺 耶利民经历了许多苦楚 因为要忠实传达上帝的话语 祂曾经多次被打 被求 丢下在苦井里面 陷在这淤泥的当中 让祂在你一面等死 但是神一开始就提醒耶利民 你不要惧怕他们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你或者在百般不愿意的光景当中 甚至被人所唾弃攻击 甚至无法被你最亲近的家人 或是群体同工所接纳 但是想想看耶利民的呼召 与他的一生 我们继续来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经历的只是一点点而已 我们要听信神的话 祂必拯救你 与你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